哈喽大家好 我是尼玉 其实早在一个多月之前 我就已经收到了英特尔寄来的12代酷水处理器理盒 包括一个i5-12600K和一个i9-12900K 然后我就顺利成章了以 没有主板啊 地点我内从我找不来啊 这些理由 找华硕和英特尔又白漂了一整套主机 于是就有了这期视频 对于我常用的台式电脑 我一直以来态度就是工具而已 勾用就行 我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即刻的人 没有太多心思放在我身边的电子设备上 我更奉行的就是喜欢你就买 买来合适你就用 至于什么宁管子做分体式水冷啊 给机箱做定制灯板啊 这些其实我都不感兴趣 甚至在收到ROG送的太阳神之前 我连给电脑上个机箱的想法我都没有 不过这次由于ROG和英特尔的慷慨解囊 我也不好意思辜负了他们的希望 这期视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这套新主机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测试平台 那这套配置除了显卡略弱之外 基本上都是当前最顶的选择了 内存我是为了容量更大 选择了单条32G的裸条 这样方便之后扩展到128G 在之后的测试中 i9-12900K均运行在Win11系统下 而11900K和5950X则运行在Win10系统下 以获得更为公平的数据 这期视频的主角 肯定还是这块i9-12900K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i9-12900K的基本参数 12代中边处理器的代号为Older Lake Older是一种叫七目的数 咱们中国其实也并不少见 这个就是Older Lake的照片 英特尔只发了一个黑白照给我 我想了一想 我先用这个扫描软件把它扫了下来 再拿到Photoshop里面给它做了智能上色 最终就得到了这张彩照 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但是做完了还真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基础功率125瓦 最大锐频功率241瓦 16和24线程 为8个大核加8个小核 大核支持超线程 而小核不支持超线程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线程数量 并不二倍于核心数量的情况 30M的三级缓存加14M的二级缓存 制程工艺采动是英特尔7工艺 实际上用的就是英特尔的10nm++ 以前英特尔真的是唯一在制程命名上不整活了 现在看来也学会营销自己了 12代处理器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架构上采用了全新的混合架构设计 由8个采用Golden架构的性能核心 简称P核 和8个采用Grace Mount架构的能效核心 简称E核组成 不同于手机处理器的大小核设计 手机的小核是为了延长续航而存在的 但是台式机处理器并不用考虑续航能力 所以这里的E Core 也就是小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高 i9 12900K的多核性能 因为4个小核占用的面积 也就等同于一个大核 但是4个小核能提供的多核性能 要远比一个大核更多 那顾名思义 性能核心P核主要是提供更强大的单核性能 能效核心E核有两个工作 一方面是 如果你要处理多核工作的时候 E核也可以加入工作 提高多核心的性能 同时在没有重度工作 比如说聊聊P核微信 或者写个Word的时候 可以减少CPU的功耗 更省电 也能降低电脑的风噪 为了调动性能核心和能效核心 更合理的搭配工作 英特尔做了一个现成调度器 联合微软将现成调度器 集成在了W11系统中 所以12代处理器最好搭配W11系统 这样就可以很智能的调节 大核和小核之间的工作了 比如你打游戏 那我们也知道 打游戏其实并不是非常吃多核性能 而是单核性能 而且很多3A大作只做到了6核优化 少有能做到8核优化的 这时候系统就会优先调度单核性能 更强大的大核来协助你打游戏 而有些生产力工作 就更吃多核性能 所以英特尔为了兼顾游戏玩家 和生产力工作者的需求 做出了这种P核加E核的大小核设计 那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更加智能 且更加贴合实际使用场景的设计 那既然现在大家已经了解了 这颗CPU的参数 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跑分 首先是Thunderbench R23 单核得分1882分 多核得分26274分 那这个成绩有多惊人呢 相比于上一代的i9 11900K来说 单核得分1586分 多核得分15388分 单核提升幅度有18.6% 而多核提升幅度足足有70.7% 而对比隔壁AMD家的R95950X来说 单核性能提升也有18.1% 而多核性能已经很接近5950X了 当然是没有开启PPO状态下的5950X 那么为了进一步佐证12900K的性能表现 我们又跑了一次CPU-Z 12900K的单核得分为806.4分 多核得分为11196.7分 依然是相比于i9 11900K来说提升巨大 5950X来说多核烧讯 但单核依然领先 在生产力测试中 i9 12900K的表现也很亮眼 PS得分1365分 相比于11900K说提升了23.2% PR分数提高了6.7% 我们实际上最近也在使用这台电脑制作视频 直观的体验就是比之前那套10900K的主机要快太多了 不过10900K已经被我卖了 所以这些视频没有出现 Virate Benchmark是一个基于CPU的渲染测试 这个测试可以调度所有的大小核心 i9 12900K虽然表现依然不如16和32线程的5950X 但是仍然比上一代的i9 11900K强了61.3% Blender Benchmark测试中 i9 12900K可以说是和5950X打得有来有回 表现差不太多 但是碾压11900K仍然是必然结果 并且提升幅度相当之大 总耗时节省了802秒 将近13分半 那么脚踩前的i9 脚踢当代R9的i9 12900K 性能表现如此强劲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又是另一个吃电大户和发热专家 我们来考机测试一下 我们选用的307是ROG的龙扇二代 因为这款307应该是目前一体水冷的巅峰了 采用的是第7代S-TEC水泵 自带摩托音风扇 风量够大且工作噪音非常小 其实之前我自己买了一个龙扇二代了 涂的就是这个炫酷的屏幕 屏幕上的动画是可以自定义的 硅脂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利民的TF-8 导入系数13.8 个人认为已经够用了 手头也没有别的更好的 我们使用3D奔长R23 对i9 12900K进行单考 CPU package power来到了222W左右 相比于上一代的i9 11900K提高了12% 单考的时候室温24摄氏度 CPU封装76摄氏度 这个温度其实在台式机里 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 220多瓦的功耗确实也不是吃素的 但是只要停止单考 大概2秒钟左右 就可以把温度降到30摄氏度以内 这说明千焊的导入效率确实是很高的 双考一安式室温24摄氏度 CPU封装温度81摄氏度 功耗228W 显卡温度63.2摄氏度 功耗307W 整机功耗 我们直接看ROG雷神2代电源的侧面数线 达到660W 看来不超频的情况下 使用这种配置的电脑 电源怎么也得配一个850W左右的了 拥有这么牛逼的一台台式机 当然还是要测试一下游戏性能 先来测试一下压力相对较小的游戏 在1080P分辨率最高画质下 CSGO Benchmark平均帧数612帧 2K分辨率是507帧 分别比前代的i9 1190K 提高了15.8%和11.6% 永结无间全预设最高画质 2K分辨率下最低也可以跑到122帧 而且上一次做永结无间的讲解后 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 你还是要去天然城测试帧数 所以在天然城混战 无论多高配的电脑都不可能流畅 而我这个最低帧数就是在天然城测试出来的 然后是一些画质要求比较高的3A大作 比如说刚出的战地2042 2K分辨率全极致画质下 12900K加3080跑出了122帧的成绩 体验非常丝滑 古墓岭暗影 幻影大标克2 塞封空2077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应该是我目前用过的游戏性能最好的一套主机 所以i9 12900K的游戏性能是无需担心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超频 我们手上这颗i9 12900K的体质是87 由于太阳神太过于难拆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放在机箱上 但是打开了前面板的风扇强冷 并且把龙神二代的所有转速都拉满了 打开了窗户 让室温保持在13摄氏度左右 并且拆下了机箱两边的侧板 这种情景还是比较极限的了 毕竟应该也没有人为了这点性能提升 穿着羽绒服去用电脑吧 经过了整整一夜的测试 我们发现 我们手里这颗i9 12900K的CPU-Z测试极限 应该在大核5.5GHz 小核4.1GHz CPU单核得分为890.2GHz 多核得分为12134.2GHz 但是这个状态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跑Sandy Bench R23的 跑到一半就会爆错 所以我们又慢慢去尝试了很久 最终确定 如果跑Sandy Bench R23的话 那么大核最多拉到5.4GHz 小核4.1GHz 电安一开始给到了1.6V 后面降低到了1.54V CPU功耗达到了330W 这个时候跑多分 其实大核还是工作在5.2GHz 小核工作在4.1GHz CPU-Z的多核得分为12185.8分 提升了8.83% 单核得分为869.7分 提升了7.84% 当然这个成绩 是我已经通过了30分钟双烤 确保稳定的成绩 可见 其实12900K的超频潜能 并不算非常大 最强的一体水 在这种超少下 烤机也顶着100度在工作 所以能不折腾 我建议还是别折腾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12代i9的提升 远远比我想象中要大 在i9 11900K发布的时候 我一度对英特尔失望至极 我曾经和朋友讨论过 这家芯片巨头 是不是已经走到了 无计可失的那一步 直到我真正的测试了i9 12900K之后 才发现只是我自己多虑了 你说是英特尔 把牙膏踩爆的也好 说他们没有压力 就不放大招也罢 至少12代CPU的提升是真实的 这才是一个旗舰级产品 应有的样子 其实i9 12900K的价格并不贵 如果不需要核显 买12900KF的话 最低我见到过3480块钱的价格 而在这期视频里面 被全程吊打的i9 11900KF 目前售价仍然在3000元上下徘徊 当然我也没有测试过i9 12900K 搭载DDR4内存的实际表现 但是看了其他部的评测 似乎目前DDR5内存也没有很大提升 不过DDR5内存是真的娘的贵 我目前这个4800兆和的裸条 应该是DDR5内存里面 相当盖的存在了 每季的价格都要接近100元 是的 每一个季 不过考虑到i9 12900K加Z690主板 就算配DDR4内存的话 这一套下来不算显卡 也得6000元上下 如果是游戏党的话 还是建议考虑一下 性价比更高的i5 12600K 我也会在1月的时候 触控做一套i5 12600K加B660主板的方案 并且做尽可能多的测试来讲解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该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赐予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